謝謝主席我們請嚴部長 請嚴部長 第一頁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首先您先站一下沒關係 我要譴責民進黨跟國防部這一邊 你們刻意的誤用法條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條 它的立法目的其實在第一項的後面 叫做不得遇歧視 所以在不得遇歧視的目的之下 非經前向人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立法目的是什麼 立法目的是基於不要歧視 因為他居家隔離 他可能棚頭垢面可能病奄奄的病容 他可能身體不舒服 聲音不能夠正常的表現 所以今天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歧視的這種 不可以歧視這個病人的目的 搞成今天我們立法院在行使我們的職權 在調查我們的真相 在要求這個國軍 告訴我們有沒有隱匿這個事情的時候 變成一個藉口 變成一個擋起來的一塊布 這個東西今天我要譴責民進黨 我要譴責國防部 那我這個地方要先把這個做說明 今天我們在這個立法院的殿堂 我們要求艦隊長 我們要求支隊長 這些中將這些少將來到這個地方備詢 這是應該的 今天就是因為他們今天沒有辦法來到這邊 我們才例外的說用視訊的方式 打電話的方式 希望讓他們能夠來說 他們沒有什麼決定的空間 這個他們對於國家 對於立法院的要求的質詢來做雜負 這是他的義務 就像你們各位今天站在這邊 這是你們的義務 而我們質詢你們這也是義務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問這些問題 不是獵巫 今天民進黨一直希望把我們說成 我們在獵巫 我們沒有獵巫 為什麼 如果今天不是剛才我們跟支隊長 有通這個電話 我們怎麼會知道海軍就是有人隱匿 我們怎麼會知道 今天海軍就是有人發燒訊息 沒有報上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國人知道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不是公審官兵 而是我們立法委員在依法調查真相 代表國會向這個國防部向行政院要求 代表人民要追求這個真相 好 我現在要開始尋剛才我們江主席的問題 有關於國家的戰力的維持的部分 現在磐石康定岳飛艦上面 700個官兵在隔離 還有沒有預備的戰力 這三條件還可以操作出海 這三條件目前就是保持它的一個 維持它可以在港裡面的運作 出不去嘛對不對 不能執行戰備 好 那你們當初我們一再要求分流 是怎麼做的 你們的預備的 預備的兵力是怎麼配置的 現在的啟動的預備的兵力 就是除了三條件之外 那現在海軍整個的海江的一些 一些增防都沒有受到影響 他們已經做了調整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我們一再的要求 國防部要做好分組的這個準備 要分流的這個準備 其他的軍艦 其他的主戰的這個兵力 包含潛艦 有沒有現在做好這個分組的準備 在剛剛的報告裡面已經有提出來了 把它細分最小化 能夠把各個艙位能夠更打破建制的方式 來做細分 讓它更小能夠分流 我要問的答案是說 如果在這些艦上面 又有人出現這種確診案件 是不是還可以有預備的兵力 讓這些軍艦能夠正常的操作 國防部長有必要回答 因為這是戰力的準備的問題啊 是 我了解 我也那意思就是這條艦 如果說有人感染或者是確診 另外還有預備的兵力 可以來追行戰備的人物 對 這我們要去海軍再做檢討 能夠做一些條件 好 我要求儘快檢討 這非常重要 尤其潛艦 是 如果我們潛艦只有一組官兵 而這一組官兵就有人確診 包含這次在左營裡面 那這時候我們連潛艦也沒有辦法執行了 所以這個時候 老實說 我剛還是支持 現在是不是國軍的主力的這個部隊 尤其是海軍空軍 是不是要可以進行普篩 這我要請你們回去做 這個審慎的評估 另外我就要問說 那你們自己跟這個 在座都是我們國軍的高層 都跟我們的這些 軍隊的這些官員都有經常的接觸 你自己是不是應該要快篩一下 部長 是我知道委員的好意 是 這我會做評估 你要評估你要不要快篩 老實說 當參謀總長黃上將 他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了 我們都在總統府裡面待過 參謀總長 國防部長跟總統是經常性的會面 不管是大軍團 不管是小軍團 不管是國際小組 或者說是各種小組的會議 是經常見面的 所以當然今天你也看到 蔡總統 她在這個主持 早上的記者會的時候 她都戴上口罩了 在場聽裡面 她都戴上口罩了 跟她常見面的參謀總長 已經自主健康管理了 您跟參謀總長見面的次數 比總統還要多對不對 總長當天的行程 我們都查過 都了解 她第一個 她是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她也都戴口罩 她也沒有跟這些 結訊的這些官司 做直接的接觸 那我想我們一直以來 都按照CDC的指導 做健康自主的管理 部長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提醒你們 健康在這個上面很重要 而且當現在參謀總長 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他還能不能夠 正常的執行勤務 她可以 她現在在 我們參謀本部還是有 所以她還是在 參謀本部正常執行勤務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考驗 你們原來分流的準備 跟現在的準備夠不夠 所以我要請你們 再特別注意 我現在時間不多 趕快再問後面的問題 帛流 這一次你們去帛流之前 你有沒有事前 掌握到帛流的疫情 你們是不是問了疾管中心 我們 看了疫情中心的公告 他是零確診 好 那我再問 帛流上面有沒有美軍 這個可能要請外交部 帛流上面有沒有 帛流上面有沒有美軍 帛流上面有沒有美軍 沒有 3月的時候完全沒有美軍在上面 你們掌握了這個狀況 知道上面沒有美軍 去年 去年我們去帛流 就是希望能夠跟美軍 去觀察他的演習對不對 那今年 今年所有特殊任務 機密任務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跟去年的去觀察美軍的演習 有沒有關係 今年的這個任務 完全就是海上的航道的一個探勘 是這樣的 那沒有跟帛流上面的美軍的一個相關互動 如果說委員有的話 我們沒有這個規劃 那上面有沒有我們再了解 這件事情老實說 我覺得 這個很大小眼 為什麼今天本院有其他的委員 知道有機密任務 我也是委員 國防外交的委員 我就不知道有機密任務 這中間到底是什麼環節出了 如果他真的像你們剛剛所講的 有核定機密 那為什麼今天核定機密之後呢 就有委員可以知道 那我們所有的委員就都不知道 其實報委員 這是一個誤會 如果是機密任務 我們不可能外洩 也不可能違法 那是機密任務怎麼可能 怎麼可以去外洩 我們不會去外洩 那這個認定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軍事的訓練 它是一個訓練 那在這塊區域 我們做了哪些 但是這整個的 頓目的遠航 頓目的遠航訓練 有一部分 是我們這次出去必須要做的 那有一部分 是比較機密 這個部分就是剛才蔡總統 他事實上也談到 他知道這一次的任務 有所謂的特殊的任務 我這邊就要問說 你這一次這個出行的任務 加上特殊的任務 你有沒有上大籤 我們是在總統府的例行會議 我有跟總統做報告 軍團嗎 你是軍團上面口頭報告 還是上大籤報告 小軍團做口頭報告 小軍團口頭報告 小軍團口頭報告 你們要不要考慮 要不要出去 他有沒有說 當然防疫是我們一直都非常重視的 蔡總統當時怎麼說的 他就尊重我們相關的規劃 他當時說尊重 他連防疫兩個字都沒有提到 是不是 一直都有強調防疫的重要 那不是光這一件事情 就這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軍艦要出去了 當然 我跟總統報告 就把防疫已經擺進來了 這就是防疫的一些規劃 他當時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有指導要注意到防疫 他有要求說你們要注意防疫嗎 因為我們這個規劃裡面 就有防疫這塊任務 他當時有沒有針對防疫這件事情 跟你做交代嗎 有指導 有沒有 有指導防疫要注意 兩件事情有沒有連在一起 就是關鍵 國軍當然要防疫啊 但是敦睦艦隊 基於防疫 該不該出去 蔡總統當時有沒有回應 因為我們跟總統的報告 我們做了整個的防疫的一些規劃 當時我們做過評估 所以做了一些調整 就是因應防疫的系統 他做調整 那防疫是政府當中最重要的政策 老實說這件事情 你剛剛說總統尊重 問題就在於說 今天他是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 只有同不同意你們做這件事情 哪有尊重不尊重你們做這件事情 你今天用尊重兩個字 就是在幫總統卸責對不對 因為合定是我合定的 合定是你合定 他就不負責任嗎 因為所有的公眾都分成負責 阿帕契案的時候 我們都在總統府 當時你是參謀總長 阿帕契案606洞1旅 那個人是你放的嗎 你根本之前都不知情對不對 結果你被寄過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被寄過 你連合定都沒有耶 你督導不周 當時是不是理由是這樣 所以今天總統 他都已經是你跟他面報了 但你竟然還說他尊重而已 三軍統帥接受國防部長的報告的時候 叫做尊重國防部長 這是什麼三軍統帥呢 因為那是我的權責 是你的權責沒有錯 三軍統帥 統帥三軍 哪一個不是他的權責 當時你六洞1旅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都被寄過兩次 今天總統居然 聽了報告 認為該防疫 最後呢 居然是尊重國防部的決定 整件事情現在他是海軍的責任 不是他的責任 我對你們感到悲哀 好 我先指引到這邊 謝謝委員